京城 爸的第好集团 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财团 而你是我唯一的继承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不肯原谅爸爸吗 郑哥 这么多 你母亲得了重病 需要钱 拿着吧 谢谢 小陈 爸没事 妈不治 妈 你安心 没操心钱的事 我爸给我打过电话了 他会帮忙解决钱的事情 不不不 千万不能让我打扰了你爸的事 妈 您的身体会重要 既然这样 那我就把如烟的三十万彩礼 要过来 如烟 你来了 江辰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为了这个老不幸 竟敢让我脆彩礼 他能活几年呀 你什么意思 六如烟 这可是我妈 你家里有这么个雷准 我嫁给你也是供去遭罪 江辰 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 我们俩的婚事 完了 而且那三十万彩礼 就当是 你给我的青春损食费 陆亚 你怎么不是这样的一致 离开这个没钱的拉脱 绝对是用最正确的选择 以后跟落赵红文 人生就无限归宽 赵公子 配送外卖的穷屌子 怎么配跟您比 江辰 我现在是赵公子的女朋友 他爸爸可是地豪集团的高管 身价千万 不是你这种废物能比的 地豪集团 经到地豪集团的名字 是不是都像尿裤子 那是你这个废物 一辈子都进不去的地方 你跟他在一起 就是因为钱 钱 你可真是经地之蛙呀 懂不懂地豪集团 有多大影响力 他旗下的非诚不软 可是当今最火爆的相亲走音 赵公子答应我 下期节目带我上海 他会在全世界的见证下 和我牵手 到时候 我一炮而红 可就成大明星了 怎么样 像你这种社会最底层的废物 一辈子都给不了 愿进几个机会 你这个废物 你叫什么 我叫你有眼无珠 不是真龙 从你和鸡当成宝 你这臭送外卖的雄鬼 你想找什么玩意儿 老子银行卡里的领头 就能吓死你这个雄鬼 赵公子 他这种没用的废物 跟他浪费什么时间 咱们走 儿子 儿子 你没事吧 不没事 你也不没事 爸 我要继承第一好几个 小陈 你终于可以原谅爸爸了吗 我要继承第一好几团 董事长 今年我们地好集团 一万亿市值 稳居世界第一财团宝座 可喜可贺 恭喜你啊 小陈 你终于可以原谅爸爸了吗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地豪集团 由我儿子 江陈继承 这么多豪车 自然来接一只 四万卖的穷小子 他到底是什么人 江陈少爷 董事长 让我来接你 我还不想见他 想让他安排好 汪母亲的事吗 您放心 我已经为老夫人 安排了 金海最好的私人医院 邀请全世界 最顶尖的专家 进行会诊 一定能治好 老夫人的病 这是您的至尊黑卡 里面有一百亿 是董事长 给您的零花钱 还有这辆 价值千万的 抵辑跑车 给您带不用了 不知道 您是父母 马马虎虎吧 还有一件事 董事长让我嘱咐你 《非诚不扰》 是地豪集团 旗下最火爆的 相亲节目 希望下一次节目 您能出现 进行试程 《非诚不扰》 还真是够见 这不是如烟的废物前男友啊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 是过来相亲的 这种顶级的节目会场 不欢迎一个送外卖的 姜辰 你还真是一魂不散 我走到哪儿 你就跟到哪儿 我说过了 你就算是跪下来求我 我都不可能嫁给你 这种没用的垃圾 你可真会往自己领 我做什么 跟你有什么拉脚 真会嘴硬 好先提醒你一句 离你身后那辆豪车远点 就你那点工资 送一辈子外卖 也买不起上面一个轮胎 如果我说 那辆豪车是我的呢 你脑子是不是被门给挤了 你懂车吗 这辆可是全球限量的顶级豪车 价值千万 整个京号 只有一辆 那就是地豪集团总裁他了 假的 如果我告诉你 我就是地豪集团的比赛呢 你该不会是得了实习风吧 地豪集团总裁 严育半板 是你能冒充的吗 你这个送外卖的穷子 你要是地豪集团总裁的 我就跪着 把整条街都写一遍 是 那你们就真的 看清楚 这怎么可能 这不是江城吗 有阵子不见 现在人不狂样的 你们也来三家相亲 这么好的机会 我们怎么会错误 说不定能帮上大款呢 但是眼睛得擦亮的 千万别让穷鬼代价 骗 代价 他不是送外卖的 赵公子 我跟他十年邻居 他家的底细 我知道了一切耳朵 他呀 穷得叮当心 晚上送外卖 白天当代价 只要挣钱 他什么活都干 他妈呀 还在小区翻垃圾桶 捡旧衣服跟纸箱卖呢 哎江城 你该不会对别人说 这辆牢丝来自是你吧 江城 你真恶心 明明是个臭代价 还敢骗我 说车是你呢 臭骗子 是吧 爱心不信 我们算什么东西 需要我来向你的解释 好 说起不要脸 六如烟 你连骗婚都敢 你才是不要脸的那个人 骗婚 江城 你不要胡说八道 那我给你准备的三十万彩礼 既然你不愿意酬给我 为什么不给我退 凭什么退给你 那三十万 是你应该给我的青春损失费 就是 你这种穷鬼 哪有资格跟我们如荫处的心 这三十万是你应该出 不仅求 还蛮口谎话 连地豪集团总裁都敢冒充 真是下贱 真是不言无耻 张人恶心 我劝你们最好嘴老实一点 不然 到时候服你们好看 你这个穷鬼还敢威胁我 来 你也不撒泡 那要照着自己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们来的正好 这儿有一个臭代价 长毛地豪集团总裁 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 总裁好 总裁好 什么 你们喊的什么 当然是总裁了 你们眼前这位啊 就是地豪集团的新任总裁 老董事长独生子 江城 江总 难道江城真是地豪集团总裁 不可能 这完全不可能 江城 这些不会都是你取来的演员吧 为了欺灭我们如烟 你也是杀费苦心 住口 你们算什么东西 还敢出口污蔑总裁 知不知道 总裁一句话 就能让你们在大厦毫无立足之地 江城 你这个穷鬼 真能装 可惜没用 我告诉他 我爹赵强 可是总裁大人的新妇 他要是有个儿子 我肯定会知道 再说 以豪总裁这样的大人物 不可能来这里相信 江城 原来你做了那么多 只是为了在我面前演戏 希望我回心转意 嫁给你是吗 你死了这条心吧 你这种废物 根本配不上我 宇宙子 蜀木寸国 硬是处 他们都不配 浪费我的时间 走光 总裁 他们实在是太可恶了 简直最不可恕 要不要 我帮您教训他们 刚才那个姓赵的 他爸叫赵强 对吗 赵强是地豪集团 在青海的负责人 让他现在 立刻马上 滚到这儿来 什么 总裁大人要见我 好好好 我马上 到非诚不扰的现场 快 帮我备撤 总裁今天总马上任 第一个 要见的人就是我 这可是非常重要的机会啊 我正好把我儿子也借给他 总裁 我已经通知赵强了 他马上就到 好 先忙你的事 我去看看 非诚不扰的现场 嗯 老爷 三号男嘉宾 说他不愿意来 有没有搞错啊 三号男嘉宾 是我今朝夕水的穷鬼 就是为了给 赵强起坐车 多早来的 他说他虽然穷 但也是有尊严的 不愿让别人见他 我顶他个废啊 我不管 你现在把他 找人给我顶上 真戏的 冲轨还有什么专人啊 嗯 哎 后生仔 过来一下嘛 可不可以邀请你 在家非诚不扰的录制啊 就帮我 好啊 这个忙我帮了 哎呀 太感谢了 还不赶紧带过去 王府为你 结良缘 接下来 有请我们今天的 三号男嘉宾 闪亮登场 江城 还真是来相亲的 工作人员都已经跟我说了 三号男嘉宾是他们找来 振脱我的穷鬼 江城这个女人 这下装不下去了吧 三号男嘉宾 请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江城 今年二十八岁 他呀 我认识 就是一宋外卖的穷鬼 江城 你怎么跟个狗屁高要是 为了追我都跑到这儿来 我说过了 你这种穷鬼 我根本瞧不上 你还是赶紧滚下去 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 你这种穷鬼 我根本瞧不上 还是赶紧滚下去 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 怎么上来个送外卖的呀 这种人应该来 才要相亲戚吗 谁愿意嫁给一个穷 送外卖的 他这不是作奸自己吗 自作孽不可活呀 像他这种弄不清 自己几斤几两的人 用不着可怜他 这个臭送外卖 还说自己是 地豪集团的走开 真是垃圾 垃圾 跟这种人在同一个舞台上 我都给人很心 就是 哪个女不长交 他会死他 真是可笑 送外卖的走了 穷人的尊业 就能被你们 如此毫无底线的剑套 剑套又怎么了 你们穷人就是天生的 嗨 他家可穷了 我亲眼看到他在小区捡过垃圾 张成 你可不止是穷 还是一只赖好吗 嘴茶让我们家如烟不放 可惜别说是如烟了 这连我都看不像 你这个垃圾佬 说道理还是因为我 可惜三十年合同 三十年合习 今日在五 你们这些人 才是穷狗 更滚 口气倒是不行 赶紧回家捡拉紧去 被个瓶子送给你了 还能换一毛钱呢 去吧 赵 你赵将内有今天的印记 都是得自第好集团 第好集团能给你 你去把这都收回来 演戏也上演 你就是尘土我的电影池 录完节目 喝饭 赶紧滚蛋 把老子惹闹了 让你吃不了 包着 你还是好好担心 像你自己 很快 你就会将破人亡 你气干 你脸没有 今天 我就让你死得很难看 男嘉宾啊 嘉宾啊 这个场上 有这么多 如花似玉的女嘉宾 你有没有心动的对象啊 就知道你是冲我来的 不过山鸡怎么能够配凤凰的 你这种废话 还是早点死了这条心吧 俏梁小丑 真是好笑 你们误会了 我是说 能不能让那个骗户的女人滚下去 我看见她就很心 骗婚 什么 她说那个女人骗婚 一看就知道 直接早就认识了 说不定啊 还知道些什么猫腻的 江晨 你不要胡说八道 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出门 你想得 今天我要让你身本能力 一号女嘉宾柳如烟 曾是我的未婚妻 她收了我三十万次孩子 怎么这样呢 结果带着前方 才来到了这里参加相亲节 你们说 这算不算骗婚啊 什么 竟然还有这种事 收了人家三十万财礼 竟然骗钱跑路 还在这参加相亲节目 你是真够不要脸啊 江晨 你不要胡说八道 这三十万 是你应该给我的青春损失费 你的青春就是青春 我的难道就是 还是说 你给自己当笑 还要自己当小姐 这女人真是后颜 无耻 竟然说出这个话来 我看江晨说的没错 那女的跟小姐没什么区别 我呸 挣不到钱 那是你自己没用 我们女性 现在已经是清醒觉醒 你这种男人 还是应该睁眼看看世界吧 各位 不要听这个穷狗 胡说八道 他就是一条 爱而不得的舔狗 柳小姐不肯嫁给他 他就因爱生恨 刚刚在台下 他甚至为了让柳小姐 回心转意 说自己是地豪集团的组 这种人的话 我信 真是搞笑 地豪集团可是世界第一财团 总裁怎么会亲自来相亲 看来他还真是满嘴扯谎 那位柳小姐还真是被诬蔑的 江晨 你现在真让人恶心 还是赶紧滚下去 不要在这里丢人现意 地豪集团总裁 也是你有此刻冒充的 冒充 有这个必要吗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证明他一直在发火 今日到场的男嘉宾 每一个都需要燕姿证明锤里 你真是地豪集团的总裁 锤里一定是相当选后 江晨 这就是你污蔑我的代价 这可是全球直播 到时候你就会成为全世界眼中的死骗子 Pose 我又怎么不敢 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我等会儿看你来 我走 现在我们进行第三个环节 我们请工作人员抬上我们的燕姿台 我倒是要看看 这个臭送外卖的能有多少钱 我先来吧 张大的狗眼 看清楚 你和我们之间的差距 一号男嘉宾 财礼之两百万 不愧是地豪集团的员工啊 实力雄厚 就是 地豪集团可是下国第一财团 就连我们这个节目都是在旗下的 进入地豪集团的 哪一个不是人装龙方 恭喜一号男嘉宾 获得两位女嘉宾的青睐 掌声鼓励 看见了吗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 而赵公子更不是你这种穷鬼能碰瓷的 这可是他唯一能上世界舞台的机会 就让他装一会儿吧 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你钱人 天哪 三千万 不 不 你千万 不愧是赵公子 果然是才大气粗 赵公子的父亲 可是地豪集团的高管 这一能实力 在下 甘拜下风 叫家人啊 还得加像赵公子这样的成功人士 看见了吗 死骗子 你连给赵公子遣袭警的四个都没有 也被站在这里诋毁别人 要我说 江城你还是赶紧滚下去吧 忽然待会儿报了财力 你的谎话就会被全世界的人看穿 就是你诋毁我骗回也就算了 还敢冒充地豪集团总裁 还是谁像点赶紧下跪道歉 接下来就该这位地豪集团的总裁报财力 各位观众 咱们给他鼓鼓掌 好好看看他的表演 好 就是啊 江大总裁 抛出你的银行卡来 狠狠地打我们的脸呀 别晃瞎了你们的狗眼 江城竟然有百万的增加 一千万 这不可能 怎么回事 江城不是个苏外卖的小鬼吗 哇 这居然超过路 这绝对不可能 我竟然凑过了个义员服 我的天哪 三号男嘉宾 身价十个亿 哇 他竟然是个超级大富豪 道书 他真的是地豪集团的团 哇 哇 一百亿 一百亿 慢着 他的钱是假的 停路停路 不好意思啊 哎呀 你们大家都被他给骗了 他根本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他只是我花五百块 请过来的演员而已啊 至于他的财力级 肯定是我们的下辈出的问题 显示错误了 还不赶紧把这东西搞下去 原来他是假的 我就说嘛 拥有百亿身价的大富豪 怎么过来相亲 他一个捡垃圾的穷 能赚那么多钱 就有鬼 你个臭 臭 差点把老子给吓了 你真是臭 为了得到我的关注 竟跑到这来弄虚作响 甚至让我给你 我的钱都是货人价实的财 当然 这点钱 对我来说不错 挺多算可 你花钱 你不装会死啊 我跟你认识一年多了 你穷得连你妈的医药费都消不了 现在跟我冲什么大股 有力 你真的以为你自己很年轻 我可以告诉你 离开我是你这辈子最大的死 你原本可以成为这世界的最忠诱 最幸福 只可惜 你现在怎么一个人 哎呀赶紧闭嘴啊 我花五百块 是让你来演戏的 不是让你来捣乱的 你不清自己身份的东西 哎呀 你是怎么做事的 我明明有告诉过你 赵公子才是主角 你只是过来陪衬的小角色而已吗 哎呀 好好 一个临时屁股的演员 你是谁敢演员 虽然说自己是帝豪集团的总裁 我看你那脑子是被鱼给踢了的 你知不知道 帝豪集团的总裁是何等的身份 就连我 见到他老人家也得恭恭敬敬的 恨不得当场给他跪下 又是尊敬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江城 我知道 失去我 对你的打击很大 看到我选择赵公子 所以你冒充帝豪集团总裁 试图让我违心转意 可是假的就是 我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要怪 就怪你自己不知上进 混成了个社会底层 是社会最底层 这简直是我今天听过最敢笑的笑 你们这群人不已看人低的东西 在我面前都只不过这部努力半存在 陈导 赶紧把这个垃圾给我给出去 你坏了赵的正事 江城 你花三十万都睡不到的 很快就会在我们的快速 我转场欢了 讨厌啊 赵公子 你这条不知廉耻 向前放灯 你喜欢我 送哪去了 刚好跟你这条 江城 你找死 到临头还敢足硬 来人 把他腿给我打断 三条腿 都给我打断 还不快点过来呀 放肆 都给我住手 你是什么人啊 胆坏本公子的事 小心我连你一起的 甜蜜蜜 你怎么过来啊 赵公子 甜蜜蜜系集团副总裁 沈青城的亲身蜜蜜 见到他如见到副总裁本人啊 什么 沈青城 那个地豪集团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大名鼎鼎的伤罪 沈青城 他可是我的偶像 被无数人放为大下女神 那种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他的秘书 为什么要护着这个废物 你们真是不知死我 本来以你们的身份 这辈子能够得见总裁一次 已经是你们天大的姓名 没想到 你们竟有眼不是泰山 居然敢冒犯总裁 冒犯地豪集团总裁的下着 就是在大下 毫无立足之地 虽然我不知道 你有什么手段做起来 但是都掩盖不了 你是个偷送外卖的事实 既然你那么有钱 为什么还来这里 当五百块钱的临时野人呢 真是可笑 他一个上学的时候 靠解瓶子换钱的垃圾了 竟敢冒充 低豪集他总裁这样的大人 强承 赶紧去看看医生吧 你肯定是妄想正犯了 没办法呀 这穷鬼 大概是穷疯了 又被我们如烟拒绝 所以现在精神混了 真是可怜了 江辰 别再对我做梦了 我注定是你这辈子 都得不到的女人 你还是洗了这道心吧 柳如烟 像你这种自甘相见的女 哪怕跪在我的面前 我都老了多看你 你呀 别太高看你自己了 江辰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个冒充别人的演员 还在这里装上嘴脸呢 走呸 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 我作为地豪集团的总裁 才来视察工作 我何不可 你们还真拿我当临时演员了 今天这场节目 是专门为赵公子准备的 这就算总裁大人会亲您 也会提前给赵公子说一声 对不对 你冒充谁不好 拼要冒充总裁 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你是说他是地豪集团的总裁 这还有假 以你们的身份 能够见过才一次 都没有资格 今日得见天言 已是你三生有幸 连沈青城的秘书都说 江城是地豪集团总裁 难道这是真的 大家千万别被他逼骗 他江城就是一个 为了五百块钱 上台演戏的废 怎么可能是地豪集团总裁 而这个秘书 他就是沈青城身边的一条 你说的话 做个屁 不错 你不可能是地豪集团的总裁 你们两个肯定心地演戏 放肆 知不知道你们说的话 最近正有大难临头了 你说的这些话 就是沈青城当年 对我说的差不多 你一个小秘书 想什么资格 而且 你勾结外人假冒地豪集团总裁 你死定 沈青城也不了你 良言难劝该死的过 你们自己找死 怪不得别 让你们接受现实 确实 可是你们现在的要点 真的 而我 只需要一句 就 去 你真当自己是地豪集团的总裁呀 我看你演戏很上瘾的是吗 那你现在打电话 把我开出调啊 你请知自寻死物 一个节目组的小小导演 对于江总来说 不过是楼椅一般的存在 让你离开集团 江总 不费吹灰之力 你们两个还真能装啊 我为地豪集团工作十几年了 也是首居一指的金牌导演 你们怎么开除我 就靠着我五百块钱 请过来的群众演员吗 不要以为认识一个秘书就了不起 废物就是废物 一辈子都成不了 还不如去多跑几个外卖 给你的筷子的妈 再点出命 刘书彦 真的是又蠢又 不要着急 你们这群无知的东西 来个什么事 想被开除什么 好啊 我成全你 那不用客气 赶紧来开除我呀 我倒要看看 我五百块钱请过来的演员 怎么把我这个导演开除掉 奉江辰总裁之命 立即开除《非诚不扰》的导演 并且以帝豪集团的免疫 对其实行全行业的封杀 从今以后 整个娱乐圈 这是甚何节目在用的 好好好 全行业封杀我 你真拿自己当帝豪集团的总裁了 真的 这个傻 是不是演戏也不戏了 这样的人在我手底下五十块钱一天的 演技又烂 一身的穷酸味呀 江辰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让陈岛被开除 待会儿他要是还在这儿 好好的 你的脸早就被打烂了 到时候你可就全国养民了 成为人尽皆知的小丑 我被帝豪集团开除了 还有全行业封杀 久不录用 完了 我被帝豪集团开除了 而且还到全行业封杀 帝豪集团可是大厦娱乐的龙头 我这辈子发现完了 我说过了 得罪江总 你只有死了 他真的是 帝豪集团的总裁 江总 是我永远不惜泰山 你放我一条生路 早知今日 又何必当初你 江辰一句话 既然真的而成岛完蛋了 难道说 他真的是帝豪集团总裁 我也在帝豪集团公司 这下岂不是 死无造成之地了 陈导 放心 有我赵红尾在 整个帝豪集团 没有人敢动 赵公子可是刚才我 他就是一个小秘书 在这沈青城的名号 胡佳 没有 他们假冒子财的身份 但报我 肯定会死 对呀 赵公子的父亲 是帝豪集团 在金海的负责人 你老父亲的话 肯定比他一个小小的秘书 要有分量多了 找到这种地步 你们竟还不知死活 你这个废物 倒是有点本事 能让沈青城的秘书 给你演戏 知不知道 帝豪集团的总裁 不是谁想冒充 就得冒充的 诸位 帝豪集团 乃是世界第一财族 他的总裁人 必须由老总裁者 亲自下任 与人状 帝豪集团的高管信息 只有赵公子 这样的身份才会知道 还看一个废物 他不可能记得 那不太难为他了 他一个身份 卑微的雄骨 人家帝豪集团 大门的资格都没 江辰 你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帝豪集团的祖才 总不会连个人状都没有 委任错了 后退了 我想起来了 你说的 你说的 是这个玩意吗 赵宏伟 你睁大你的眼睛 好好看清楚 这可是董事长 亲自签发的伟人状 上面写得很清楚 帝豪集团的继承人 就是江辰 江辰 江辰 我还真是想瞧你 你为了假冒 帝豪集团的总裁 还做了一份 假的伟人状 你还别说 做得还挺像 但是你觉得 我会相信吗 我会信吗 拉起就是拉起 帝豪集团总裁 是什么身份 你们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上 你假冒总裁 根本就不会有信 赵宏伟 你竟敢撕碎 总裁的伟人状 一个假的伟人状 我们要不要 撕碎总裁的伟人状 是对总裁的大不敬 等同于 与整个帝豪集团为敌 赵宏伟 你那赵家完蛋了 我赵家要完蛋了 我好害怕呀 就算是你爹赵强来 他也不敢用这种 语计和总裁说话 我父亲只归对 一个人的天心 那就是帝豪集团 害怕老子家 实话告诉你们 今天他老人家 会亲自到这 还会当面接见 我的父亲 等于赵家 冒上了帝豪集团 总裁这棵大树 就能一飞冲天 成为整个大厦的 尖世纪 而你 到时候连在我面前的资格都没有 那我以后 岂不是跟你一起 成为上流社会的人物 看到了没 我抛弃你选择赵公子 是这辈子最明智的选择 哼 没想到总裁他老人家会来解你呀 我看这两个漂亮小丑 还怎么演下去 江城 你不要在这里演戏 我知道 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可你越这样 只会让我觉得你越渴 以你的条件 压根配不上你 哪怕是做我的田狗 你也不做我 你这个一世无成的废人 谁敢跟武争女 你也只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还装什么左前 不过你放心 以后我跟如言无人的事 也让他叫两声你的名字 让你也有残疑感 好不好 你们这两个蝼蚁一般的东西 竟然出口侮辱总裁 找死 你竟敢打我 赵公子 不要放过他 反了 真是反了 来人 他给我打死 这可是地豪集团总裁 你们谁敢动手 是不是想活了吗 别听他的 他就是一个 今天的事情 我来站着 上 敢打我的脸 把他的脸给我死了 周洪伟 你现在跪下 给我磕一个行 说不定 我还能什么了 否则的话 事情到后 你们十个赵家也承担不起 你们十个赵家也承担不起 今天是总裁立临 视察工作 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好好表现 陈副总 没想到 连您都从总部亲自过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 是总裁他老人家喊我来的 我夫人 既然是总裁安排的 就跟着来吧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猫 背后 对着 狠狠地叫醒 这个不知天高 几口废物 谁敢对江总不尽 立豪集团 新任总裁在此 若有不尽 罪不容恕 她是 大厦女神 沈青城 这就是明暖天下的 沈青城 好美 只可惜身份 他有资金 连我的名字 可非得上他 这种身份 最怪的大人 怎么会出现在 非诚不扰的节目线 整个大厦 无论财富 智力 还是容貌 都无人可及的沈青城 那可是我的偶像 江澄 你无了 沈青城可是 是地豪集团副总裁 他出现在这里 你冒充地豪集团 总裁的事情 可就闹大了 等了那么久 你可算是吧 他来得刚刚 正好可以证明我们谁 死到临头还敢随意 之前你顶多 只不过摘顿他 可要是被沈青城发现 你是地豪集团总裁 冒充这件事 你他手里的权势 足够让你这辈子 都暗赞无光 死不葬 甚至你 沈总 您的光连惊骸 真是让这里 横一声辉啊 鼓掌 沈小姐 您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能够见您一遍 实在是我的荣幸 否则的是 这里有一个跳梁小指 竟敢假冒地豪集团总裁 现在当着您的面 肯定会原形毕露了 什么 难敢有人做这种事情 地豪集团总裁 何等尊贵 整个大厦 无人大敢冒犯 否则 那都是家破人亡的下场 更别提 冒充他老人家身份 这种人 绝对是不想活了 黄伟 你还等什么 还不把这上泽台面的玩意儿 给我撵出去 慢着 你们刚刚说的那个人 不会是他吧 没错 就是这个垃圾 将冒地豪集团总裁 在这里等过 沈总 您可千万别丑过他 沈总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收拾这个垃圾 把我干什么呀 沈副总 你这么做 也未免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就算你是集团副总裁 也不能无故打我儿子 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否则 当总裁他老人家来了 我们一定要告你一状 你们可知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侍致 他 他就是一个社会底部的垃圾 放肆 还敢穿过去 儿子 儿子 你没事吧 是 今天这件事情 你必须给我们赵家一个交代 不得的话 我的赵女 绝不下法干修 请尝 你吸人太深 当总裁大人一到 我绝对要把这件事情 禀报给他老人家 请他来 被我们闯送到 简直是可笑至极 赵强 你口口声声总裁大人 却有眼不是太深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站在你眼前的这位 就是地豪集团的新任总裁 江臣 江总 你是地豪集团的新任总裁 爸 别被他们给骗了 他就是一个社会底部的垃圾 身无分文的穷鬼 几天前 他连他妈的医药费都拿不出来 今天 费了五百块钱 来这儿当给你 叔叔 这是真的 我曾经是他的未婚妻 他们家的情况 我全都知道 他们家 穷的是叮当响 怎么可能会是地豪集团总裁 那样社会底足的大人 我跟江城做了十几年的同学 我可以作证 他就是一个一球二百的 绝对不可能是地豪集团的总裁 沈青城 这个人 真的是地豪集团的总裁 没错 他的确就是地豪集团新任总裁 赵强 你一个小小的金海负责人 见到新任总裁 还不赶快过来袋子 然后替你那宝贝儿子谢罪 连沈青城都这么说 难不成他真的是地豪集团总裁 沈青城和董尊规的人物 怎么也这么说 可是江城那个废弄 怎么可能是地豪集团总裁 你说他是总裁大人 他有老董事长 亲手牵发的伟人状吗 当然 江总 您就把董事长 给您的伟人状拿出来 让这群不长眼的人好好看一看 您到底是不是新任总裁 好 我刚想 在你们来之前 伟人状被这个交换 死了 混账 伟人状都敢死 怎么 是要跟地豪集团为敌 伟人状 我还给你 这都是假的 没有伟人状 不敢说自己是地豪集团的斗财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赵强 难道我沈青城亲自开口 都不能证明江城的身份吗 沈青城 谁都知道 董事长年事已高 早晚有一天会退位 你作为董事长最信任的人 竟然敢找人冒充他的儿子 简直是大心壁狂的你 你的意思是说 我是沈小姐 请来的意思 你不就是我花五百块 请来的离析演员吗 没想到你这么大的胆计 还敢冒充我们地豪集团 那样空天的大人物 真是不计喜活 想不到天下文明的沈青城 做事竟然如此吧 就算要找个演员 也该找个像样 地豪集团的新任总裁 必定是人中龙凤 就算是用脚趾都想也知道 绝不可能是一个送外卖 当小演员的会 沈青城 这回你失策了 赵强 你可知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会让你们整个赵家 走上绝路 我赵强可不是下大的 你找人冒充总裁 意图欺骗董事长 不就是为了 奪取集团大权吗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向董事长 禀报清楚 粉碎你的 兵谋会计 江禅 一个小小的外卖员 竟然缴入地豪集团 这场剧无霸的权力争斗之处 这一回 你恐怕是真的要死无丧身之地 你就是那个有眼无珠 向江禅退婚了 不错 他这种社会底层废的 根本没有资格配得上 像你这样低贱的女孩 连给江禅走结底的资格都不错 你知不知道 在整个大厦 有多少赤家大族的名门条件 做梦都行假 江禅 幸好你还没有娶 否则要是让这样的女人 成了总裁妇人 岂不是要成为权推下票 做我的女人 啊 配合过去的事情 就当我是小的女人 我本以为你只是穷 起码还有点 没想到 你现在竟然躲在女人背后吃软饭 真让我瞧不起你 我堂堂递好几番总裁 谁配有资格让我跟他说 你能说出这样的人 足以见得有无影 一口一个地豪集团总裁 你们真把别人当傻子了吗 柳卢烟 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你们竟敢欺负他 就是在打我赵家的脸 沈青城 我让你当面向他道歉 还有这个缠着我儿媳妇不放的废物 要在这里给他跪下割头 一直到我儿媳妇原谅他为止 赵强 你这是自己把自己逼上去 如此羞辱总裁 即使你是集团老臣也不可原谅 沈青城 你别拿集团副总的身份来压我 这里是青海 不是集团总部啊 我赵强斗一跺脚 整个青海的地界 都得斗三斗 再说了 你整人冒充总裁这件事情 一旦暴力 你在地豪集团 将会彻底被沦为边缘人物 赵强 你还真是有眼不识太神 总裁本人就在你眼前 真是瞎了 我看 你们赵老家的好日子 像是要到哪里 这里这么多熟悉他的人 都指证他江辰 就是一个冒牌货 沈青城 谁还会听你在这儿信口慈黄 我亲眼见他送了十年的万万 他妈求到居翻垃圾桶解瓶子 说他是低豪集团的祖裁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沈小姐 你会不会也是被他给骗了 连江辰身边的人都这样说 看来啊 他的身份肯定是假的 此事有众多缘由 较为负责 这些都是老总裁和江总的私事 何须向你们解释 解释不清楚 还不就是心虚了 沈青城 我看你跟这个冒牌货 就别装了 你口口声声说 他是新任总裁 众所周知 新任总裁 乃是董事长的肚子 有本事你让他打个电话给董事长 当场正名下 只要董事长亲口承认 有他这么个儿子 我赵强立刻跪在地上 给他磕十个强刀 怎么样 敢不敢啊 我看还是算了吧 他现在一定吓得都会尿裤子了 我说江辰 你现在还是灰溜溜地滚下去 不要在这里丢人现意 负责真相大白 才是真的丢 你们这群没见识的宠妇 不就是打电话吗 什么呢 老哥 你磕头下跪的事 可要悠着点 我怕你不都散将 大连不成 得罪了我们赵子 我从今往后面再惊涵 将没有入身之地 立刻吩咐下去 让人把这里关传围住 一个都不许他们离开 臭小子 今天你要打不冲这个电话 我会让人把你的骨头 一根根都砸碎 谁都保不住你 那好啊 咱们走着瞧 头子怎么不接电话 董事长 在独外谈声音 现在是半夜 怎么明天 这下 我没有 我就说过 这是一个冒牌货 冒充地豪集团总裁 这可是该死的重子 沈青城 还有你这该死的小 你们这回死定了 我就说嘛 叫你这种垃圾 根本就跟碧豪集团总裁不沾边 喂 下次投胎的时候 你带人哪 真是自寻死路 你不仅穷 而且储 幸亏我早早就离开你了 黑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我要把这个该死的 属于身上下 每一根骨头都砸碎 来 保安 来 搞快点 搞快点吧 我看谁敢 沈青城 你做的错事 我自会向集团汇报 我动不了你 但是 这个冒充总裁的小子 我今天 必须带走 赵青 你不要忘了 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地豪集团给你 只要你今天 敢碰江城一根头发 你们赵子 就撤得完了 哎哟喂 都这种时候了 还想吓唬我们 我倒要看看 弄死一个社会 底层的废话 到底能让我们 赵家怎么样 你们可千万不要后悔 爸 妈 不用跟他们废话 他们敢打我的理 咱就让他千倍 万倍地还回来 给我上 江南四大家族到 江南四大家族到 这不前孙礼四大家族 这可是放眼江南 最具财富 权势的四大家族 他们当初被地豪集团老董事长一手扶持起来 为江家马首使战 虽然四大家族加起来 财富都不及地豪集团的十分之一 但 放眼江南 那也是土皇帝一般的存在 自大家族家族都来了 到底是什么事 能让这些大人物都提去一堂呢 爸 他们肯定是听说 您被祖宅的大人庆祝 所以 过来就不结交了 咱们 要是跟他们搞好关系 日后 咱们赵家 肯定一备一天 嗯 好 这些人 都是你安排的人吗 他们得知少主您继位 求着我给他们一个见你的军 恕我自作主杀 让你答应 吴婆 江晨 都到这种时候了 你还在转 不过在你临死之前 能一次见到这么多大人物 也算转被子没白虎 很快你就会知道 你是有多么的几种 死到临头了还当之一 好啊 我今天就在这里看着 是怎么死的 走 在下赵强 拜见几位家主 你是什么人 几位到此 不是来找我的吗 我父亲乃是地豪集团在金海 负责人 就连新任的总裁大人 都特别器重了自己 还说 当年要见了父亲 我等正是为了总裁大人而来 总裁大人他老人家在哪儿啊 哈哈哈哈 总裁大人不在这儿 倒是有一个跳梁小丑 竟然敢冒充总裁 我正要找人把他抓起来 好好教训一个 要请尊礼 四大家族家主 壁豪集团 新任总裁在此 二等 还不敢快来拜见 这就是我们总裁 赵家家主 赵吴奇 钱家家主 钱四海 孙家家主 孙连月 李氏家主 李开元 拜见总裁 各位家主 江南四大家族的家主 每一位都是通天大人物 对江臣如此尊敬 我不是在做梦吗 总裁 为了庆祝你 接任帝侯集团 赵家特意献上 价值两亿的国宝 千里江山图一副 请您笑纳 千里江山图 这可是国之重宝 竟然被人拿来送礼 总裁 钱家献上 价值五亿 豪华庄园一套 尊家献上 绝世美女四位 他们将尽心尽力 侍奉总裁 听从总裁的任何命令 不愧是掌握天下美貌的孙家 这四位美女 个个都是精心培养 哎 能为他们四人服侍 这江臣 真是艳福不浅呢 跟他们几个比起来 台上这几个女嘉宾 全部都是雍之俗本 我李家奉上天下至宝 价值十亿的沙漠之心 这是送给您总裁夫人的 也只有总裁您的夫人 才有资格拥有 这世界上最完美的宝石 这竟然是沙漠之心 这可是世界上最贵重的珠宝 这辈子 我要是能带上他哪怕一次 我死都值了 吃不好的东西 竟然被人送给江臣那个废物 难道说 我真的错了 沙漠之心 这可是全世界 所有女人的终极梦想 她现在竟然被人送给了江臣 如果当初我嫁给江臣的话 她现在岂不是我的东西 天哪 这些全都是江南最有财富 最有权势的人物 江臣 她不会真的是 地豪集团总裁吧 不可能 地豪集团总裁 怎么会是一个送外卖的底层废物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各位家主 她就是个贸财富 根本就不是什么地豪集团的团牌 对 我们都可以作证 各位家主 你们不要被他们给骗了 这个人 是沈青城找来假冒的 赵强 都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逞强 别等他 看你是集团元老 想着在总裁面前替你留留情 留你一条活路 但是走到现在这样 是你自作自受 沈青城 死到临头的是你才对呀 你当着四大家族家主的面 竟然指路为盲 说一个低贱的外卖员 是集团总裁 难道 你当四大家主 都是傻子吧 几位家主 这个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她呢 曾经是这个 弄的未婚妻 对她知根知底 她可以证明 这个项目 根本就不是什么地豪集团的总裁 对对对 几位家主 我与江城认识的三女 她就是个社会底层的垃圾 她连给自己女朋友 买个名牌包包都做不到 她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是 低贱集团总裁 你叔叔这 这可怎么办 各位家子 我低贱集团总裁 是何等的尊贵 这个沈青城 勾结外人 假冒总裁 分明就是图谋部 还请各位家主 禀名董事者 严惩水青城 和这个败坏总裁名声的废物 你才身份尊贵 乃地豪集团第一级成人 此事重大 真不可大意 沈小姐 你说这位江城先生 是地豪集团的总裁 他可有 老总裁 亲自签发的委员状 委员状 当然有 你果被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给撕碎了 什么 把总裁的委员状 给撕掉了 此事若是真帅 不应该问死 各位家主 那委员状 就是假的 主位 这一切 都是沈青城做的局 他仗着自己是董事长身边的亲信 妄计找一个冒牌货 假装总裁 然后 拖取集团大权 对于他来说 伪造一份委员状 简直是轻而易举嘛 赵青 你简直是可笑 这 没有委员状 我们 怎么可以相信呢 这件事也简单 对董事长打个电话 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刚刚我给董事长打了电话 电话一直没人接呀 对 这恰恰证明 此人的身份有假 沈青城 你是不是对老董事 打动了什么手脚了 嘿哟 您可真能给自己加信 谁会相信 世界首富的儿子 会是一个穷送外卖的 各位家族 事情已经很清楚 他们拿不出证据 就证明 他们根本就不是 别浪费时间了 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很狠地叫醒一顿 且慢 赵强 你已经是死路一条 无法挽回 四大家族 我敢说 今天江臣 要是在这里 掉一根毛发 你们根本无法承受 地豪集团 对你们的怒火 从此 四大家族 将会在下国出名 沈青城 不要在这里 虚张声势了 照我来看 你是怕新总裁上任之后 第一个就处理掉你 所以才狗急跳墙 来一招 狸猫换太子 可惜呀 你的阴谋诡计 全被我赵强给识破了 各位家主 你们可要慧眼石珠啊 千万不要被这两个人 给蒙骗了呀 赵强 你这么说 有没有什么证据呢 各位家主 沈青城 作为集团副总 权力 仅次于老董事长 如今 老董事长退位 正所谓 一朝天子 一朝臣 他一定是害怕 新总裁上任之后 自己会失去拥有的一切 所以 才故意找人 冒充总裁 无谋不怀疑 赵强 你想象力 真够丰富的 几位家主 这个小 他肯定是假的 他没有任何证据 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 而我们这边 有好几个熟悉他的人 都可以证明 他就是一个 一无是处的穷鬼 对对对 我们都可以作证 他绝对是个冒牌货 他这种垃圾 怎么可能会是 地豪集团总裁 那样的大人货 对 我们都可以作证 我们知道 董事长有一个独生子 但他的身份 一向是神秘 像董事长家 这样的财力 怎么让亲生儿子 受苦受累 这件事听起来 还真有点 粉意所思啊 十年姐 我父亲由于忙生意 冷了落后 我无情 所以这十年姐 我一直都是 自立更舍 靠我的双手 有什么不妥吗 此事 必须得慎重处理 万一 他真的是 地豪集团的总裁 这后果 我们可没办法承担 事到如今 他也没法证明 江臣就是 地豪集团总裁 等等 我倒是有办法 能够证明 这江臣的身份 孙家主 你有什么好办法 揭穿这个冒牌货 我曾经记得 董事长告诉 他们家 有一对 祖传的玉佩 一块呢 留在了 董事长身边 另一块 传给了他的 独生词 江臣 如果您 能够拿出 这份玉佩 那就能够 证明你的身份 这种废物 身上怎么可能 有这么贵重的 江臣 你拿不出 那块祖传玉佩吧 被啪啪打脸的滋味 可不好受吧 沈青城 你没想到吗 在四大家主面前 你谎言不堪一击 今天 拿不出这枚玉佩 别说这个臭小子 就连你 我也要当场拿下 交给 老董事长处置 我好像记得 他的身上 的确有块玉佩来着 他 他身上真的有 那块玉佩吗 卢言哪 这件事 可开不得玩笑啊 他如果真的是 地豪集团的总裁 我们赵家 就完了 这件事情可一定得 说清楚啊 万一 万一他不是 同一块玉佩呢 我的确在他身上 见到过 不过 那块玉佩 不过是一块 不值钱的地摊户 怎么可能会是 地豪集团总裁的东西 还好还好 卢言哪 叔叔差一点 被你给吓死了 就是 堂堂世界首富 佩戴的 必定是世界顶级的真宝 江辰 如果 你有这块玉佩 请拿给我来看一看哪 有格不可 这就是个垃圾 地摊上 几十块钱就能买得到 江辰 我就知道 你是个冒牌货 现在已经摘像大白了 彻底完蛋了 沈清城 江辰 现在你们还作何解释 就这种破烂 还敢拿出来丢人现眼 弄给我住口 孙家主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这种破烂 不值得您仔细看 扔在大街上都没人捡 没错没错 这块玉佩 和老董事长玉佩 是一模一样的 您 一定是 新任总裁 这不可能 孙家主 你一定是弄错了 这个破烂 满大街都是啊 他怎么可能是 总裁的玉佩 你们这种层次的东西 咱们知道 董事长的高瞻援主 当年董事长 那是白手起家呀 他有两块玉佩 一块呢 他留在了身边 那一块呢 传给他的毒生 对呀 对于这块玉佩 他势如珍宝啊 因为他见证了 他们父子的真情 是世界上 任何珍宝 都比不过的 赵强 事到如今 你还有何话可说 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真的是 地豪集团的总裁 咱们赵家 得罪了总裁 就彻底完蛋了 等一下 沈青城是集团副总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连委任状都能造假 更何况 区区的一块玉佩 说得对 他是董事长身边的人 他一定见过那块玉佩 你们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都这种情况了 还不肯接受现实 还真是可笑 这位家主 沈青城 他既然像狸猫换太子 一定把准备做齐了 一块玉佩 根本不算什么 这些个人正 可是甜一般的事实 咱们也无法抵赖呀 的确有这种可能 总裁的身份 乃整个集团的头等大事 你我 可不能马虎啊 江辰 我可记得当初 你为了给你妈治病 求我还你彩礼钱的狼狈样 如今 你为了赚这五百块钱 跑到这来当演员 你还跟我装什么转 哦 我明白了 一定是 这个女人答应你 陪她演完这场戏 她就帮你麻腹腰费似的 要我说 你就别管那个老 你这么穷 家里再多个负担 你这辈子都讨不到了 牛叔爷 我已经够你 你再可对我爸不尽 你小心我死了你的嘴 江辰 你竟敢打我 后卫 你快帮我教训她 好 现在就帮你教训她 你爸 现在的女士混了 咱们不如早点下属 先指着这个废物 和想其成再说 嗯 不错 先抓住沈青城 这个乱臣贼子 然后 再把这个冒充总裁的小子 送到集团 总裁大人 一定会非常高兴 来人 给我把他们全部捉起来 嗯 嗯 所有人敬您 董事长来电 嗯 肥党 我有证据 证明江辰 根本不是地豪集团总裁 牛叔爷 你又出来做什么呀 江辰 你们做些做得挺足啊 不过可惜 今天我也在这 我就要当着所有人 揭穿你虚假的面具 诸位 江辰的母亲 逐渐身患重病 正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他甚至连他母亲的医药费都出不起 还要靠骗女人的彩礼来搞钱 哼 这种可笑的男人 会是地豪集团的总裁吗 对一万步来说 江天雄董事长 会让自己的妻子患病 而不管不顾吗 董事长 是有情有义的 会做事不管自己的妻子吗 我说了 我们父子之间有情物 已经十年没有运气 我母亲患病的时候 她病不治 现如今 老夫人已经被送到全国最好的医院进行治疗 这件事 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吧 你的借口真多 只不过 这些都是你们的一面之子 我们才不会相信你们的 董事长电话来 江辰 沈青城 我看你们俩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这下子 就算是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你们 冒充地条子 江辰 你的人生将好无形 其不一条 一条 董事长 看老人家有话要说 董事长 您儿子也就是新人的祖裁 他现在在京海吗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让你们去见我儿子以后受他去世 就这么点小事还来打电话问我 董事长 您息怒 只是目前我们遇到了一些小状况 再说最后一遍 我的儿子现在就在天海市 而且现在 我让他去《非诚不扰》的节目现场视察工作 而他的名字叫江辰 会不会 会不会是 同没同性 绝对不可能 他要真是地豪集团的总裁 我们得罪了他 咱们赵家 岂不是就完蛋了 算了 避免你们认错 我把他那照片 发过去给你们看 就是总裁大人 没错 见过总裁大人 他 他真的是地豪集团的总裁 完了 我赵家肯定也完了 小城 他是世界首富 地豪集团总裁 我竟然错过了下给世界首富的机会 这下全完了 现在得罪了 地豪集团的总裁 违我这辈子都完了 你钱多有误会 请多多包涵 罢了 不止总裁 我不怪你 但是你 七五五 可说 赵家以下饭上 冒犯总裁 嘴开问死 总裁啊 总裁 我今天的首剑 手腕真的是跌宕起伏啊 我可以写不好来物大片的啊 你给我一个机会啊 我现在就去写 我现在就去写啊 总裁 之前 是我们有眼无处 冒犯了你 你赶在我 做你们集团工作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儿啊 放我们一马 董事 你 你 你 我用我们赵家 不来 不来 你赵我 不来 是我这个废物 我有眼无助 我该死 我该死 我现在就跟这个 分手 兄弟 饶了我赵家好不好 早知今日 何必到处 再来之前 我已经提前叫他们 你们赵家 在一号集团 增了二十年的住宿 集团了几十个亿的资产 现在体重于山 赵家人 我一辈子也还不起 赵家 你们就等着吃狼饭 苏才 苏才大人饶命 苏才 饶命 苏才 饶命啊 对了 这一切 都要归功于你有一个好儿子 和好儿戏 要不是因为他们 你们一个小姐的赵家 我才懒得掉上 谁 人 都是你这个 真人害的 我打死你 这个不要脸的人 我打死你 我要杀了你 你们之前不是说 要我永远 人为社会 不得翻身吗 从今以后 你们赵家 就背负俱诚 这一辈子 什么要放过 苏才 饶命啊 你知道我们是一个体 让我们给放了吧 把这几个 昏变集团财产的废物 拖下去 我也是被那个 女人给蒙蔽了 陈总 我也在地号集团工作 您刚刚上去 肯定需要媳妇 我不都是朋友 对吧 我 定当为您校全马之劳 江总 咱们好歹也是 多年的老相识 您不会跟我们 计较的 对吧 江总 我早就看你 不是一般人 你现在有出息 别忘了我呀 哼 你们这些 病里病的情况 刚才不还是一个 一个废物骂 把这个垃圾 从地号集团开除 并且 以地号集团的名义 对外发出公告 所有企业 不得路由他们 我要让他们 这一辈子 为乞丐 你们几个狗眼看人爹的东西 哼 得罪地号集团 总裁的下场 就是没有任何公司 敢录一舞 你们真的要组团 在街边吃盒饭 江总 我们是小朋友 来人 你同屏啊 我们是邻居 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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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扰命啊 江总 小臣 我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这机会吧 差点忘了 还有你这个年 都是赵红伟 是打扣你的我 再给我这机会吧 我是真心爱的 你这个不要理 从你背叛了 选择跟赵红伟走的那一个 你在我们眼里 就已经是我都不是了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让你是总裁 可是我知道你那么有钱 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的 现在我会解除了 我们出国约好吧 还有这沙漠之乡 这是送给总裁夫人的礼物吗 除了我 你身边也没有别的女人了 我们好好的日子 我好好伺候你 就 还想当地号总裁的总裁夫人 一配 什么人 看 我身边的事 你哪 想当我了 他不是的 他不是真的 他也是我 你被遗憾都是我的 他也是我的 真是不好意思 这沙漠之星 不是送给你 而且江晨他 已经有卫婚妻 你是说我有卫婚妻吗 在哪 当初 董事长 为我俩 定下了婚事 所以 我一直都是你的卫婚妻 就等着你回来 接手集团 然后我嫁给你 做你的妻子 怎么 你不愿意啊 我 不不不 我当然没有意见 那就好 成了大厦 所有男人心中的梦中情人 成了我的卫婚妻 这感觉 这么做 你是乱重情 你就是个渣男 柳如燕 你还真是有远无追 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 而且当时你骗江城的三十万财女 我会找律师跟你好好谈 解释不清楚的话 你就等着进监狱吧 这不是真的 你不是一直很想说 今天这场节目播出去之后 你就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小物 到时候 我看你还有没有脸不去见人 江城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放心 从今以后这么一点 第好集团的人都会监视着你 我不会让你有一天 而这 就是你当初击骗我 背叛我 只要付出的代价 看在咱俩猴子 猴子有那感情的份上 你给我挑红路吧 我不是要拿总裁夫人了 只要你给我紧 你想怎么玩都可以 我求你了 你这种 那个人 我看见你 就勇气了 我们走 江城 沙漠这些是我的 总裁夫人是我的 江城 那一切都是我的 这次节目播出以后 人气肯定会暴涨 江城 你接任总裁以来 第一个项目就完成得非常好 这个我倒不在意 对了 我妈现在走了 你放心 伯母的手术非常成功 现在呢 只需要好好休养就行了 林田 跟我去看看我妈吧 她最大的心事 就是我的结婚 但你这个未来媳妇 去帮我开 嗯 雪梅啊 这十多年 你受苦了 以前你说 我这满脑子都是 做生意赚钱 亏待你们娘俩了 这一点 你要原谅 这过去的事啊 咱都不提了 这以后啊 你要好好对散儿子 这些年 他可是吃了不少苦 这一点 你尽管放心 我年纪大了 我就准备 把地豪集团 交给小陈来管 这就好 从此以后 咱俩尽管是游山玩水 假设晚年 我以前欠你的 我用今后的余生 来弥补你 妈 你的身体好些了吗 爸 不用为我操心 我身体好多了 董事长 伯母 小沈哪 这个时候还喊什么 董事长啊 是时候 该改个称呼了啊 妈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青城 也就是你未来的儿媳妇 好好好 这姑娘啊 我一看就喜欢 儿子 你真有眼光 妈心里这块石头啊 终于放下了 向城 还愣着做什么 快救妈 妈 爸 我江田雄的儿子 终于结婚了 你们小两口 要努努力啊 让我们 好一点抱上大孙子 爸 妈 我们两个一定会努力 争取给你们 多生几个大孙子 妈 江辰啊 这十多年来 爸爸没在你身边 吃了不少苦吧 江辰 你个没爹的可怜虫 还敢追求我们斑花蕾妹妹 也不撒朋友 照照自己 江辰 以后见得我像狗一样 滚远点 知道吗 我没事 都过去了 不管以前怎么样 你现在是第一财团的掌舵人 从此后 再也没人敢欺负你 他们在你面前 都会败你 我知道了 爸 嗯 喂 江辰 江辰 好久不见啊 听说你最近还在送外卖 过得还好吧 托你的福 现在过得还不错 哎呦 没想到 当初上学 天天捡垃圾的货色 现在口气变大了 陈海 不要跟我 说吧 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哎 你还有脾气了 明天我们高中同学聚会 第一点就在 青海最高级的 五星级地铃酒店 到时候你接着来啊 好啊 到时候我一定会过去 好啊 到时候我一定会过去的 发生什么事了 我看你 脸色好像不太好 没什么 是几个漂亮小鼠吧 嗯 香柴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 他们实在是太可恶了 可谁让咱们是穷人家的孩子 周恒他们家太有钱了 我们不能得罪他 你等着瞧吧 等我以后发达了 定会让他好看 江蝉 我相信你 一定会成为大人物的 小蝶 谢谢你 等我以后发达了 我肯定不会忘记你 那 我就等着那一天了 嗯 喂 小蝶 有阵子没见了 江蝉 出大事了 陈汉有没有找你 哦 你说那个家伙 他刚才喊我 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 怎么 他也喊你了 坏了 我给你打电话打晚了 明天同学聚会 你可千万别参加呀 为什么 我得到消息 陈汉之所以喊你是周虹的主意 我们念书的时候就一直欺负你 现在打算借着同学会的名义叫你过去 然后再羞辱你 这个千万别去呀 果然和我小蝶一样 小蝶 你就放心 这件事情 我心里自有分寸 嗯 你心里有数就好 好 帮我打听一下 D09店是谁家的产业 你傻了吧 D09店是第好集团名下的产业 也就是你的财产 我知道了 明天 我过去等 好 我马上让人安排 咱们今天约好了事情 江城那个废物怎么还没 周少放心 我已经把那个废物喊过来了 多亏了周少 我们才能在地林酒店 这种全京海最高级的酒店用餐 江城那个废物 听说最近还在送外卖呢 能来这见世面 他肯定不会拒绝 那是当然了 我们周少是何的 那可是我们周氏集团的继承人 继承人 周氏 可是D好集团最大的供货商 这些年 靠的D好集团 生意可谓是蒸蒸日盛啊 恭喜周少了 你刚才说什么 江城那个废物还在送外卖 我说 我的眼光果然没错 上学的时候我就说 他就是个翻不了身的废物 对 那个废物呀 上学的时候还不长眼 给我写情书 真是笑死人了 那个废物呀 上学的时候还不长眼 给我写情书呢 真是笑死人了 林梅梅 可是咱们搬花 只有周少这种有钱人 才配得上 江城那个废物 他就是贪烂泥 他想癞蛤蟆吃天鹅肉 我呸 你放心 今天叫他过来 我肯定好好地羞辱他一番 到时候在他的面前好好亲热亲热 你说 我也不会当场气死啊 周少你放心 一切我们都安排好了 就到江城那小子过来 我们一定狠狠地让他出丑 出丑 清晨 你今天可千万不要过来呀 江总你好 我的身份先不要收拾 需要的 我会叫你过来 是 属下明白 江总 这边请 周少 周家如今傍上了 地豪集团这样的大腿 以后必定生意兴隆啊 周少您也是我们班 混得最好的 以后还请多多提醒 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同学 如果呀 我们的跟着周少混 就一定能在这惊喊 混得风上神奇啊 对对对 周少 谢谢 我周家背讨地豪集团 过去这些年混得确实不错 不过眼下 地豪集团也是风云突变 他们刚刚换了组 我们周家现在的首要任务 便是结交这位大人物 我听说 地豪集团的那个新总盘 可是年轻有为 人中蒙凤啊 对呀 如果我们要是能跟这样的大人物 半生那么一丝丝丝关系 以后又是不得了呀 以你们的身份就别想 那位大人的身份何等尊贯 以你们这些普通人是没有资格见到的 我周家现在想尽一切办法 想与那位大人物结交 只要他一句话 我周家便可成为下国顶尖家 是是是 哎呀 这人比人啊 还真是气死人 这有些人啊 年纪轻轻啊 就成为了世界首富 而有些人啊 只能待在社会底层坐蝼蚁 喂 林妹妹 你说的 该不愧是我们班的 废物同学江晨吧 他那样的穷鬼 怎么能跟我们 最好几分总裁上去定论呢 江晨那个废物到底还来不来 不然今天我们拿什么取乐呀 各位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是多年的同学了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江晨呢 哎呦 温小蝶 我知道 高中的时候啊 你是那个江晨的同桌啊 可他这种废物 你跟在他的身边 对你有什么好处 哪像我们周少 他呀 动动小手指啊 就能改变你的人生 我欠你啊 还是放着你 温小蝶 听说你最近在做房产中介 你也计不太行 要不这样 陪我睡一会儿 我可以考虑买你一套房子 要不这样 你陪我睡一觉 我可以考虑买你一套房子 周恒 你别太过分了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 你能不能不要再装 这个世界谁有钱 谁就是大爷 你才卖不出去房 你就连饭钱都掏不起了 周恒 我自己的饭钱 我自己出 你不要以为 有个臭钱就了不起 不好意思 本少爷有的就是钱 有本事 你找一个比我更有钱的呀 你不会以为江晨 那个穷小子 比我还有钱吧 就凭江晨 那个穷小子 连一间厕所都买不起 你帮着江晨说话 可那个废物呢 怎么连出现在这的胆量 都没有啊 微小点 你清醒清醒吧 我们周少能看得上你吗 那是你的容像 我要是你 我给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 我主动爬到周少的床上 不以类聚 人与群分 你跟着江晨这样的废物 活该混成这样 你 你们 你们别太过分了 你跟着江晨这样的废物 活该混成这样 怎么我一进来 就听得有狗子叫 小蝶 这不京海是有名的废物 江晨吗 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 不竟是个同学会吗 我有什么不可能 江晨 你怎么又来了 我不是告诉你 不要过来了吗 他们就等着羞辱你了 你放心 我自我打算 就凭他们这些废物 那我不得了 来 先吃饭 不远 上菜 江晨 听说 你现在就是个送外卖的呀 怎么班上 好像就你混得最差劲了 你看看我们 个个都是在单位上班的成功人士 我要是去送外卖呀 那简直 我就没两件人 我说你怎么这么晚 你肯定是骑电动车来的吧 对呀 毕业这么久 连个好车都混不上了 你可真是失败 毕业都这么久了 连个好车都混不上 你可真是失败 不会吧 这里可是五星级酒店 骑电平车来的 哦 真丢脸 这待会要是出去啊 千万别说是我们的同学 当然 也不是什么阿摩阿狗 都能够跟我忙去 你个废物还装上了 区区一个送外卖的穷 还敢瞧不起 我们这些成功人士啊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这么说来 你们几个混得都挺不错的 那是当然 我们现在可都是社会上的精英 不是你这种一个送外卖的破穷 能高攀得起的 如果说混得最好 那还得是我们周少 周少 周少继承了周家的企业 逐渐更是地豪集成的供火商 身价 真好几千万呢 对 张超我劝你 今天好好给我们周少陪好 随便那么提醒你一下 你不就是好起来了吗 给我们周少陪好 随便那么联系你一下 你不也是好起来了吗 懂不懂地豪集团的含金量 那可是世界第一的财团 只要能跟这种财团 搭上一毛钱关系 无论你是谁 我会立刻鸡船升天 不过吧 像你这种废物 去给地豪集团 看门刀保安 人家都不会要你 是 我的确不是和 给地豪集团刀保留 原来周强 是地豪集团的供领商 真是无论 江澄 你明白这一点就行 过去 我是你眼光的存在 如今我们两个人的差距 只会越来越大 什么 你很有钱 你那么有钱 为什么 吃点这些穷酸的饭子 放肆 就凭你也该说我含酸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懂个屁啊 这儿 可是全青海 消费最高的五星级财团 供这一桌子菜 就供你送好几年外卖的了 还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穷鬼 哎呀 周少 别跟这种一身穷酸气的穷人 一般见识 是啊 这没有钱啊 就不要来这一高的一次 不然 真的会被人敲不清 这没有钱啊 就不要来这一高的一次 不然 真的会被人敲不起 江澄 你也配收我们一起 你有本事 今天你来买单啊 我本来就没打算 叫你紧 因为我要吃的东西 把你扯进 我呸 江澄 你一个臭送外卖的穷 在这装什么大款 周盛 从指甲缝里 抠出来一点 都是你资产的上百倍 江澄 车里的东西太贵了 不是你能点得起的 你还是踢下头吧 放心吧 哎呦 还是温小蝶关心你 知道你是个没钱的穷 照顾你那可灵的钱包 江澄 你就别在这儿充大款了 到时候没钱结账啊 我们可不会帮你的 不远 直进的澳洲农香 九天报吃 几瓶血 哦对了 再给我来两碗 几瓶聊神粥 我说不 江澄 你疯了 你刚才吃的那些菜 每一道都有好几万 就算是倾家荡产 你也买不起啊 服务员 你记住 这些菜都是他一个人点的 我们可不帮他付 服务员 你最好提前锁好门 小心他吃霸王餐 没钱跑路了 服务员 你最好提前锁好门 小心他吃霸王餐 没钱跑路了 江澄 你冷静点 这些饭菜太贵了 放心吧 没事 这些饭菜 只是我的家常便饭 江澄 我们好心劝你 给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有些人呢 明明是个 臭送外卖的群鬼 非得在我们面前 他中脸出炕子 说 这一顿饭钱 他得送多少年外卖 才能付得清啊 这种人啊 根本不需要人同情 他自己多情 我花自己的钱买东西吃 跟你说 是个关系吗 不对啊 周 你不是混得挺不错的吗 怎么一副我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你胡说 你一个穷光蛋都能买得起 我周恒为什么不能 不远 你慢慢点的那些菜 都给我来上一份 周少威武 周少威武 吃饭不喝酒有什么意思 带给我们开一瓶八二年的老费 天哪 八二年的老费 这肯定五万块钱一瓶啊 今天我们大家 也算加了周少的装 哎呀周少 你果然够霸气 江城那种穷雕丝 拿什么跟你比 江城那种穷雕丝 拿什么跟你比啊 江城 跟我周恒比有钱 你配吗 我买一瓶酒 都够你赠外卖一年的了吧 哈哈哈哈 五万一瓶的酒 为了 我买一瓶 你啊 是没见过什么当事 给我赠二十年份的 罗曼尼康雕 不是一瓶 而是除了汤 还有汤 汤 汤 剩下的不就是 罗曼尼康雕丝 那这酒章之王 罗曼尼康地 二十年的好酒 在座的每次一瓶 一瓶就要二十万 光是九七 要上百万 江城 你是不是疯了 你一个臭松外卖的青 你送一年外卖都买不起 罗曼尼康地一个瓶子呢 那请所有同学一人一瓶 人呐 就有自知之明 就算是小庄 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 你以为你是我们周恕 这种有钱人呢 别乱他 既然死要面子 那就给他上酒好了 罗曼尼 他刚刚给的那些东西 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这有些人啊 实际是可疑 就为了出来装个屁啊 说不定回家呀 就要卖房子卖地 那有可能啊 连爸妈的棺材本 都得搭进去 哎 有可能啊 连爸妈的棺材本啊 都得搭进去了 怎么 你们这几个穷鬼 喝不起好酒 还不允许我给其他同学 表示表示了 哎 那个猪 你不是挺有趣的 要不 你也给大家表示表示 这几年啊 我们家虽然赚一些钱 可是一次消败两百块 我也承受不起啊 我还以为是个多有钱的大人物 原来 我受死了 胡说 等以后我们周家 傍上了地豪集团 那位总裁 以后我周家的生意 飞飞充天 那时候 别说这些 就算是整个地链酒店 我都赶下了 对 恐怕地豪集团那总裁 下个就请不上了 你送个什么东西 江澄 你就是一个 捡垃圾送外卖的废物吧 别想揣摩地豪集团 那位总裁的心 最起码 我还有机会 见到他老人家 还是你呢 你这辈子 都没有可能见到他 嗯 哇 二十年的罗曼 你考虑真的上来 这可真是沾了江澄的光啊 你们说 江澄会不会真的成有钱人了 不可能吧 甚至 他比周恒混的还要好 哇 哇 哇 笑话 就他这种废物 也敢跟周上相比 你们等着瞧吧 他肯定没先结账 到时候 怕是要进橘子 这么多昂贵的韭菜 怎么说 他得蹲个十年八年呢 哈哈哈哈 你再给我消息 干不愧是没有喝到罗曼 可 我记住 我 用这个 用这个 帮我洗洗手 抱歉天物 抱歉天物啊 既然用二十万的名就洗手 简直太浪费了 浪费 我自己花钱买了就 想走 就走 有本事 你们自己也花钱买了 哦 对了 差点忘了 你们没钱 四个人才喝一瓶酒 想想你们也真是够渴 要不我把我用过的 送给 相辰 你送个什么东西 也敢在我面前装 先生 您的拉费 你也不会没钱结账 让人送你橘子 可别跪下来 请我救你 相辰 这是我所有的积蓄 你先拿去用吧 温小蝶 我确定还是离你旁边 那个废物远点 他现在身上可是背着 两百多万的债 你要是离他太近 小心你也可是倒霉了 小蝶 你放心 今天这种事 我自己注意了 你放心 今天这种事 我自己注意了 你真是没救了 一个废物为了中 划过了自己所有积蓄 居然还离得这么近 要不然 你还是跟着我吧 有我周恒护着你 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立正你的狗嘴 没看到小蝶已经不开心了吗 你算个什么东西 别再这么和我说话 真把自己当什么大人物了 温小蝶 要不这样 我是真的喜欢睡 做我的情妇 不比做什么房产中介要好得多 如果你不答应 你我周家的事 保证你在京海市 活不下去 温小蝶 我劝你 最好还是不要 只好歹 我听说 你这个月的业绩 好像不太好吧 你是不是一个房子 都没卖出去啊 你们 别太过分了 过分 我就是有钱 就是过分 你能拿我怎么着 难不成 你要靠你旁边那个废物江城 区区一个周家 在我眼里 连个屁股都不是 你有什么可豪横的 就凭我周家 是地豪集团的供应商 有地豪集团做靠山 将来谈缘广介 我周家 就会成为大厦顶尖家 而像这种社会垃圾 永远不可能 挤进我们这种地步 周明啊 你在我眼里 就是一个可笑的小丑 与我比较 你就是一只卑微的小蛙蝶 别说 就算你整个周家 在我眼里 也什么都不是 我只只要一句话 你们整个周家 都要在岛上永远修事 胡言乱语 没想到 你还是个疯子 星辰 你在这儿装什么 你那么有本事 你帮帮你的老朋友啊 至少 帮他买套房吧 你们这么说 不是为难他吗 这金海啊 寸土寸金的 还有一个小破外卖员 这要送几辈子外卖 才买得起一套房啊 哼 不过你这一套房啊 这有什么难 小爹 你那里最贵的一套房 有多少钱 我们不知最贵的房子 是汤城一品的皇家别墅 价值两个屋 最贵的房子 是汤城一品的皇家别墅 价值两个屋 江辰 你问这个做什么 好 那套房子 我买了 我刚才听到了什么 一个送外卖的废物 要买价值两个屋的豪宅 江辰啊 你今天可真是让我见识到 什么叫顶级小手啊 笑死我了 我真无聊 居然跟你这样一个什么 在这掰扯 对啊 周上 汤城一品的顶级别墅 那就是我们周家 都买不起的东西 一个送外卖的穷小子 居然在这说大话 哈哈哈哈 孙小爹 我劝你啊 离这个买买远一点 省得被感染啊 江辰 够了 你这说的也太夸张了 两个亿啊 这在京海市 没有几个人能买到 放心 我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喂 汤城一品 价值两个亿的别书 就我拿下来 也计算在 小爹的名义 汤城一品 价值两个亿的别书 就我拿下来 也计算在 小爹的名义 装 继续装 我倒要看看 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江辰 你是不是对钱没有概念啊 那可是两个亿 就连我们周家 也一次性逃不出这么多 放眼整个京海市 能一次性 掏出两个一线金的人 恐怕也只有 帝豪集团的新总裁了吧 张辰 我劝你 好好去医院检查检查 一定是疯了 他真以为自己 是帝豪集团的总裁啊 诶 周少 我就说吧 就我这个人过来 多有意思啊 你看这个小丑 多逗啊 有趣 叫 你们很快 这笑不出 喂 总经理 什么 汤城一品价 这两个亿的豪宅卖出去了 买的人是 江辰 总经理 你说我是年度销灌 还有两百万的分成 江辰 那套房子 真的是你买的呀 这只有两个亿而已 对于我来说 就像路边买个白菜一样 我不信 一定是他们两个串通好了 你挤得骗子了 就是啊 前几天 我还看到他骑个电动车 在那送外卖呢 他说他买得起两个亿的豪宅 谁信啊 真呢 正当你们的狗眼 好好看清楚 这就是那套豪宅的买卖 那套豪宅 和顾富之后 江辰 你真的成为大人物了 我就知道 你一定可以的 不对 我肯定是批的 我绝对不相信你是有钱人 江辰 你为了装 居然连这种招数都使出来了 踢土 你问我 在座的同学们 谁会知道你从小就这个裙光大 居然能买得起顶级别墅 谁信啊 周恒 常好 这可是房屋管理区盖账的问题 真实有效 这套房子就是江城买的 魏小蝶 你们这两个 一个卖房子 一个买房子的 谁知道你们中间 干了什么勾当 你们两个 为了在同学会上 装有钱 可谓是煞费苦心 佩忌心思呢 你们 小蝶 不去跟这帮跳梁小丑 过多的解释 他们只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不敢接受现实 接受的 往往是最坏人 年纪轻轻 能买下价值两亿的 顶级豪宅 整个京外市 恐怕也只有一个人吧 那就是地豪集团 新上任的总裁 江城 你不会是想说 你就是那位新总裁吧 这可是全球限量买的豪车 周上 你也太有钱了吧 牛啊 周上 江城 你这个送外卖的废物 好好看着 什么才是有钱人 就这种豪车 你这辈子别说买了 你连做的机会都没有 哎呀 周上 你可真是低调啊 还说自己啊 只有几百万的身家 我看啊 是上义的身家吧 你什么时候 开着跑车 带我去叨叨方便 我也想在跑车上的那个 周红真的是太厉害了 一个班级出来的 怎么差距那么大 今天江城算是狠狠地打脸了 他怎么敢在周红面前 江城 今天你也算是来着了 你也可以有机会来摸一摸这超级跑车 让你也感受感受有钱人的滋味啊 他要是地豪计算总裁 那我岂不是一黄大帝了 江城 你是不是装过头了呀 真拿我们当傻子骗呀 各位 门口有辆豪车 不知道是哪一位的 麻烦车主帮忙去挪一下 哎呀 这还用问吗 我们整个包厢里边 只有周绍 才开得起豪车 没错 那车就是我的 我现在就去挪 哎呀周绍 原来是你开来的豪车呀 那你现在 能带我们去见见世面吗 我们周绍开的 可是价值百万的豪车 不像有些人吧 来这只能骑着 送外卖的电瓶车 这一车车 他也敢说自己欢利啊 一买豪车 真是可笑啊 江辰 你跟我们过来 我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是豪车 江辰 今天你也算是来着了 你也可以有机会来摸一摸这着急跑车 让你也感受感受有钱人的滋味啊 周红 这辆车是你 你们搞错了 我的车在那边 这不是你的车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没有搞错 这辆车的确是你们包厢的某一先生 这不可能 我们包厢的人 根本没有人能开得起这样的豪车 能买得起这种豪车的人整个京海市也没几个 如果不是周少的话 这会是谁的呢 这辆是我的车 你好 麻烦开进车步 什么 这辆车竟然是江辰看来的 怎么可能 难道说 江辰真的是超级有钱人 这是跑车 他 他怎么会开得起跑车 连我们周少 也才能开一个百万的豪车 周少也才开的百万的车呀 江辰 你现在可真厉害 怎么样 现在相信江辰是疯了吧 让你们狗眼看人逼 这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有钱人 我前两天还看见他 骑着电瓶车送外卖呢 江辰 你可真是有够无聊的 为了骗我们大家 居然不惜花重钱 租一辆超级跑车 这一天的租金 都够你送外卖好几天了吧 这辆车本来就是我的 而且 像这种水平的车子 我家里的车步 还有几十 江辰 你能不能别装 这辆车绝对不可能是你的 为了装 测发钱 领你的微薄的收入 简直就是在捉死 明明是个穷鬼 还要学别人装有钱人 你这样的人啊 我最瞧不起了 你们难道不知道有一样东西 叫做汽车行驶车 这上面 车本照片和信息 都行 现在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现在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这 这不可能 这架势上一定是假的 江辰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相信你是地豪集团的祖残 你前上学的时候 你就是个捡垃圾的穷鬼 毕业了 就是个送外卖的 你这辈子 只没在我脚下 周 你竟然敢这样跟我讲 你和整个周家 让我们周家完蛋 能让我们周家完蛋的人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地豪集团的总裁 只要我们周家 背靠地豪集团 那我们周家就不会的 你放心 地豪集团 绝对不会和你周家 这种垃圾集团 你们听见了吗 听见了 听见了 他的意思拿到是说 他是地豪集团的总裁 你一个臭送外卖的 也敢说自己 是地豪集团的总裁 这简直就是我本世纪 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江城是不是太装了 地豪集团总裁 那可是世界首富 他们之间的身份差距 有着云泥之饼 要我说 江城就是看周恒 混得好 信息攻心了 江城 有本事你就让我看看 你是怎么让我们周家完蛋的呀 不过现在 你还是先考虑考虑 你怎么把今天的饭钱给截了吧 要不然今天你可走不了 服务员 来帮这位江城先生算一算 他今天消费了多少钱 多叫两个人看着他 省得等会儿有人嘈咱 你好江先生 今天一共花费二百八十万 二百八十万 江城 你这辈子就算是打工打到死 也还不清这笔债啊 周恒 不用可怜这种人 都是他咎咎自取的 江城 你还是好好想想 下半辈子 怎么还债吧 江城 你还是好好想想 下半辈子 怎么还债吧 区区二百八十万 难道很穷吗 都到这种时候了 你居然还在装 有本事的话 你当着大家的面 把钱给截了呀 截畅 我为什么要截 我在这里吃饭 你根本用我 江城 我就知道 你根本就没有钱付 做做二百八十万 坐牢都够你做十年的 哎呦 我早就说过 他这种穷屁 怎么可能 吃得起那么贵的饭菜 跟我们可没有关系 就是你请我们喝的 我们可不会替你买的 你们是听不懂的话 我说了 我就是地豪集团的总 而地人就对了 我在自己家里 付什么钱 江城 你还真是得了石心疯啊 满嘴谎话 服务员 赶紧报警吧 这样没准 你们还能挽回一些损失 先生 这张的您看 你去帮你们的总经理 笑话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人家总经理来见你 江城 你还是好好想想 下半辈子 怎么还债吧 江城 咱们这么多年老同学 要不这样 你让温小蝶陪我睡三个月 然后在恭恭敬敬地跪下 给我磕三个想头 我可以考虑把你把这个钱给还了 怎么样 江城 周少果然崭新人好 对这种拉近 您都能坑开解囊 这是令小弟钦佩啊 江城 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再不低头 怕消息吃牢饭了 周恒 你真是让人恶心 我就算死 也不会让你受怨的 静静不支持法家 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坐牢吧 我就不相信 丑陋 你还能认识帮你花二百八十万的人 周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讨人 原本我今天过来是想要狠狠打你 不过现在 我可信 你现在跪在我的面前 并且磕三个心 然后把我的鞋底撞开 你说不定 我能放你 否则 我让你们整个周家 在大厦永世出名 并且 还将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我让你们整个周家 在大厦永世出名 并且 还将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真是太好笑了 江城 死到临头了还在嘴上 既然你想做到那就成全 你们不用等了 这个穷小子压根就没劲 你们还是赶紧报警吧 在地铃大酒店吃饭不给钱啊 您就是地铃酒店的总经理 就是这个小子在这吃霸王餐 我们跟他可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请您随意处置 见过江城 喂 你没告诉我吧 他就是个臭松外卖的穷 你给他去用干什么 放死 你可在面前这位侄学人也 竟敢在这大放厥词 他 他 他就是个穷鬼 他 可是地豪集团总裁 地铃大酒店都是他的产业 他 可是地豪集团总裁 地铃大酒店都是他的产业 我说过了 我在自己家里吃饭 根本用不过 江城 你真的是地豪集团的总裁啊 怪不得 你随便就买下通城一品的皇家别墅呢 我的天哪 地豪集团总裁竟然是我的老同学 我还以为周恒很厉害 跟江城一 什么都不是 周恒竟然在地豪集团总裁面前炫富 现在小小 完全是小手行为啊 这 这不可能 你说 你说说看 他前几天 是不是送外卖来着 周恒 我前所见 千真万确啊 一个送外卖的 鬼才心里是地豪集团的总裁呢 这 这一定是他的诡计 对 哦 我明白了 江城 一定是你 你想尽办法跟地铃酒店的总经理认识 然后请他来帮你演一场戏 对 就是这样 一定是你 你想尽办法跟地铃酒店的总经理认识 然后请他来帮你演一场戏 对 就是这样 放肆 我堂堂地铃大酒店经理 怎么会帮人演戏 这位 是我们地豪集团 货真价实的总裁 你出言不逊 简直是给你们周家 你们招惹货端 只要江总开口说一句话 就能让你出家完蛋 我才不信 能不相信一个送外卖的猪小子 都端几天 就能变成了世界首富 地豪集团的总裁 我才不信 周家家主到 爸 你怎么来了 师叔 儿子 你怎么也在这里 今天有一个好消息 我费尽了心思 只为了求见地豪集团 那位神秘的总裁你 今天 他终于答应见我了 就约在这个地铃酒店 爸 这太好了 你知道我们周家 盘上地豪集团 那位总裁 以后我们周家的生意 经历不立非中间 不知道 那位大人 现在在哪 我好不去拜见他 这周和那爹 是你叫来的吗 等着吧 带我 有好气的 周正豪 地豪总裁在此 还不过来拜见 这位 就是地豪集团 总裁 竟然如此年轻啊 爸 你别相信他 他是假的 周正豪 好久 你不是当年 被我儿子 打住院的 那个穷小子 江城吗 周正豪 当年你们父子 靠着有钱有势 四一七入共 没想到 不有今天 废物 永远是废物 过去我儿子 可以随意地欺负你 现在 他仍然可以 今天 我还有钥匙要谈 没工夫搭理你 你现在 今天 我还有钥匙要谈 没工夫搭理你 你现在 给我滚 周正豪 你简直是不要命了 知道吗 站在你面前 这位 他可是你朝思暮想 都想见的 地豪集团总裁 他 如果换作是别人 我倒是可以犹豫一下 但是他的身份 我是一清二楚 他就是一个没有父亲 母亲靠打工为生的 穷小子 他也配当 地豪集团的总裁 陈总经理 你是为地豪集团属下员工 居然火同别人 一起冒充总裁 等我和我爸 一起见了总裁的轮架 一定当面告你一状 我就说嘛 像江辰这种垃圾货色 怎么可能鲜鱼翻身 变成地豪集团总裁呢 当着我们周老爷子的面呀 他都装不下去了呢 今天该来的人 也都道歉了 当年的恩怨 也事实 一定遇见 就凭你这个穷小子 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就在今天 我要让你们周家 永远在当下出名 你好大的威风 好大的口气啊 我们周家可是地豪集团 多年的顾应商 这么多年 一直合作得很稳定 除非总裁亲自发话 要不然谁能威胁到我们啊 江辰 你也不怕风大 吓得你的舌头 我是江辰 从今天开始 地豪集团解除与周氏的一切合作 向这种打击 根本独配作物 并且对周氏发布全国封杀令 不许任何情 再让他们合作 江辰 你不会以为你打来个电话 就能吓唬人吧 真是可笑 我到时候想看看 你是怎么让我们周家 蛮蛋的 周老爷子 周少 你们别和周疯子一般见识吗 喂 我是周正豪 什么 地豪集团 又解除和我们的许愿 并且永不合作 这怎么可能 什么 地豪集团 又解除和我们的许愿 并且永不合作 这怎么可能 我们周家这么多年 可一直都是尽心尽力 并没有半点过失啊 是 总裁亲自下的命令 爸 公司发来消息 说是我们所有客户 都要跟我们解约 说是地豪集团下的封杀令 都许任何企业和我们合作 完了 全完了 我们全部的资金 都在项目里面 一旦失去了地豪集团的帮助 我们周家 就要倾家当产 还有背负十几亿的债务 不可能 你究竟是什么人 地豪集团总裁 江 江 江城真的是世界首富 地豪集团总裁 我们的高中同学 居然是这样的大人物 要是当初跟他打好关系 我早就飞环腾达了 都怪我们当初狗眼看人低 才错失了报复的大搞机会 江城是地豪集团总裁 我们之前那么欺负他 现在 竟不如走路一跳 完了 扔了地豪集团的总裁 整个下国 哪还有公司赶上我们呀 完了 我的人生只有你 完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明明应该是被我塞在脚底下 给我凌辱的废物才对 怎么可能变成我高翻不起的大人物 你这个逆子 都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认不清事实吗 快 快给江总道歉 你想害死我们周家呀 江总 江总 都怪我叫子无方 养了这么一个不中用的废物 还冲撞了您 你大人有大量 千万不要 跟他一般见识 请您放周家一把吧 刘正好 当初你们父子仗势七人 对我更是百般凌辱 可曾想到过恢复今天 现在后悔 一切都完了 我就是要让你们周家彻底破产 从子门为乞丐 让你们忠心沉浸在悔恨之中 江总 江总 江总饶命 是我该死 是我永远无处 你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 你们周家 他们对不会放过 来人 把他们给我带走 江总 江总 江总饶命 江总饶命 江总 江总 其实我觉得 您一直是人中无缝的 都是周红让我做的 都是他逼我的 江总 您知道 我一直是很仰慕您的 我觉得您的给我一个机会 我等您的狗 我一定听话 好不好 江总 江晨 你刚才的样子好威武啊 人家真的好喜欢你 要不这样 今天晚上 去让人家陪你 帮着对刚才的罗马 给你道歉了 好不好 你们这几个屈颜覆势的心 多看一眼 都不着 觉得恶心 放心 收拾完了周家 你们几个 我也会放过 你放过我吧 我被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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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集团将我们全行业封杀 我们再也没有工作了 从今以后整个下午 将没有你们几个的利益 你们几个 除了其他 再无其他的选择 这顿饭吃完了 我也该走了 对了 小李 忘了告诉你一件事 你工作的那个公司 我刚刚让人买了下来 从今以后 你就是那家店的总经理人 江晨 谢谢你 真的 不知该怎么感谢你了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是你一直对我不礼不弃 这些 都是你应得的 江晨 你现在好成功了 我是真的很为你高兴 你还记得吗 高中的时候 还给人家写过情书的 我现在觉得 你可以当我男朋友了 你妹妹 你是不是忘了 当初对我做了什么 当初是我瞎了眼 喜欢上了你这种肤浅的 你甚至还把我 给你写的情书 传遍学校 还让周恒找人 把我欧打一顿 沦为全校的秀 江晨 我错了 当初都怪我太年轻了 分不清什么样的人 才是真正的好男人 我知道错了 你是那么的爱我的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曾经的我你还藏不了 现在的 你永远不清 江晨我求求你了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只要你原谅我 我做什么都可以的 就算 就算我给你当情人也行啊 这种女人 根本不可能 我已经有没有记忆 而且 她是全天下最坏的 江晨 江晨 今天不是说好 一起去看分纱的 难道你忘了吗 她竟然是传说中的那位 大厦女神 商线女王 沈青春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 是我的未婚妻 沈青春 你们好 很高兴见到你们 我是 江晨的未婚妻 富可迪国 娇妻在旁 江晨才是真正的人生游家 沈青春 原来是江晨的未婚妻 未定好惊才能做财妇人了 这下劝完了 多怪我永远无助啊 你们今天在这里进行的收费 所有的花收 我来买 我还要陪我未婚妻 去世婚妻 先试陪 江总您慢走 如果当初能和江晨 处好关系 说不定也能像温小丁一样 一照生天 只能怪我们没眼光 看不出江晨 才是真正的龙啊 嗯 日子 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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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